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想講講怎樣利用Gen AI 生成AI 例如Chat GPT 或者GPT4 去幫助學生做一個自主學習 特別講溫習的Path paper 例如中國學生應考的時候 他要做一些題目的 DSE 今天我想重點是講 其實可以教學生用AI 去將DSE題目反覆去Gen出來 希望在做個過程中 對一個特定的概念 了解得通透一些 我們今天比較強調是了解得通透 我記得很多年前去過一個工作坊 有個人說 他說將這條題目做十次 比你做十條題目 很表面的做一次 這句說話其實不是沒有道理的 你做這條題目 無論是數學題也好 電腦科學題目 或者其他學科學題目 你做十次做得夠深刻 將題目背後的邏輯 或者概念 理解得通通透透透 好過你表面做十條題目做一次 因為你反覆地做 了解一個概念 真的會有deep learning 即使考公開試的時候 或者其他assessment 那個題目有什麼變化 你都能夠掌握得到 因為你了解得夠深入 那無論它怎麼變 你都不用怕 這個是DNC 2023年 今年第三題目 考了一個computer system的概念 Mary有一部電腦 沒有任何network的connection 現在就問究竟Mary可以執行哪些系統呢 Disapplicated processing system realtime system 還是bash processing system 她說明是沒有任何network connection 即是說 即是一個standalone的電腦 基本上做不到disapplicated 因為要internet connection 要network realtime應該ok bash應該ok 因為不需要一個特別 需要一個網絡 那基本上答案就是default 那當時我們教學生 譬如做題目這樣 他們就做 但其實呢 可以找AI做一次先 跟著叫AI將一些 類似這樣的題目出來 那我們就先將它copy and paste tree下去 譬如我用的GPT4 放大一些 那叫AI先回答一下 我們expect的答案應該是 2和3的default 好 扔給它 那它就回答 它就回答 它就回答 它就回答解釋 它解釋都非常合理的 logical reasonable 1 Disapplicated system 即是需要一個network merody都沒有network 那就不行了 2、3 realtime 和bash 都不需要特定一個network的電腦 那所以呢 它答對了 default 但是跟著呢 就 有時候 譬如 譬如 今年出了一題 這個概念的MC 題 如果從學生的對替 他做了這條題目 無論認識不認識到 他都是只有這條題目 是嗎 他有另一條相關的題目 那其實這個時刻呢 可以叫學生 或者老師教學生呢 叫他AI呢 叫他AI 再將三題目 或者約乾題目 叫他AI 再將三題目 或者約乾題目 即是視乎你喜歡幾多題了 即是可以自己決定 問一問自己 自己再回答 看看是否認識 它就會根據你的指示去追 例如呢 第一題 它出這題 哇 真是好似的 FREE SIMULAR 它真的差不多出一條一模一樣的 第二題 就是 這裡改了一點點 Online Transaction Real Time Priority Processing System 那這裡會有一些呢 是類似剛才那條題目 但是呢 有些不同的 其實呢 那第三題 它就給了 Time Sharing 就是這個 那跟著呢 就個學生就可以 試試答不答 例如呢 第一題 Let's say answers 好啦 跟著呢 我們打個答案呢 給他AI去檢查 我們對不對 那就第一題 C 第二題都是C 第三題呢 其實選不到答案 但他給我們什麼答案 哦 合理哦 Sorry Time Sharing是需要Network 因為是Multiple User 對哦 就是 同時多過一個人呢 去用那個CPU的時間 那所明顯是一個Network的環境 所以呢 對的 那如果呢 如果你嫌那些題目呢 不夠變化大呢 可以這樣的 Write FREE Similar With A Little 強調多些difference 的題目 mcquestion 相似 但是呢 又多一點點不同這樣 這樣 看一下AI呢 會出些什麼給我們 好 出完了 那就看上去都 差不多啦 這樣 都是出回 Discipline Processing System 啦 Realtime Bash 這裡多了一個 Client Server 這樣 那麼呢 就多了一個 Processing System 這裡有四個選擇 那麼呢 就 如果你再收到幾次呢 都是給回類似的概念給你 就是說 關於這個 topic呢 都是離起這幾個概念而已 你已經差不多窮順了 就是大部分呢 相關的concept 那這個是一個的做法 接著我們看一題 數六題 DSE的都是 中六 那這個index norm 就是今年的mc的第三題 那本來是這樣的 就是4的n加2次方 乘3的2n加4次方 叫你發揀它 那個答案是這樣啦 那你要將那個exponent 轉做大家都2n加4 那這裡呢 就我們 就是要給AI去 去答的時候呢 就只能夠去答這些這樣的符號 就是類似Latex這樣啦 好 我們猜個給AI答 那當然我們會叫學生做數這樣啦 那他做 做得對錯 那麼就馬上自己對回 那但是呢 有時候 我們都想學生自己去 去gen這題目做 那就更加好 那用回這個題目的那個logic 那個邏輯呢 那個格式呢 去gen這題目 那會是怎樣的一個情況呢 好 我們首先呢 叫AI 先回答一下吧 那當然啦 就是GPT或者檢查GPT 答數學呢 是要檢查他的答案 有沒有答錯的 那所以呢 通常我們都 那些老師會先解一計先啦 就是穩陣一點 好 好 扔給GPT4 那他就回答了 這個式的喔 那樣 把4呢 把4呢 拆開做2的square 那這樣 將2次方 乘以N加2 這樣就變成2的2N加4次方 那跟著呢 兩個都是2N加4啦 那跟著呢 就可以把合併啦 那Base 2乘3乘6 那些答案呢 找到了 A 那他答對的 這個 那答對我們會安心一點 就是這類題目 就是其實呢 有時候數學都會 他都會計錯的 就是如果你轉回來 轉得多呢 真是會出錯的 那所以我們要check啦 做老師 那但是 一般來講 如果這樣的題目呢 就是你給他的AI 答得多呢 你就自然會掌握到他的規律的了 就是他對錯呢 那個機會有多高呢 你會掌握到 那譬如呢 這陣子我都 經常找些數學題目 給他AI答 那感覺上 這些他應該答得對的 一般來講的 就是不會太過離譜的 除非他轉很多個彎 那一般來講呢 這類呢 就是 只是需要兩三個step的演變呢 他是做得到的 好 那接著呢 我們重點是想他出的嘛 叫他write free similar mc question 先啦 或者呢 你想强調多些變化的 with a need to difference 那如果學生自己的gen就更好了 因為呢 譬如他不懂這些技術題 知道答案是這樣之後呢 叫他AI再出幾題類似的題目 強化回他這方面的不足 那這個呢 就可以做到一些我們叫針對性的補救的措施 好 那他真的是出到的喔 你看看 都出的類似那樣的喔 N加3 2N加6 那個技巧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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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個數字真的轉了的 本來呢 就是 4和3 他轉了2和5 因為N加3 2N加6 都轉了少少的 他最好就是改數字 是怎樣的 這樣呢 只要你有一個input給他 他講明是genAI 生成AI 是從舊有data 去變成新data出來 這是他的強項 那但是第二第三題呢 他轉了 這次你就要轉個base 是啦 即九轉到三個square 有相同base 才能夠轉回 即將它化解那樣 那第三不多類似的 你要轉base 是啦 希望它有個共同的base 但是留意啦 他給的答案ABCD呢 未必是有得給你選得對的 即是你一定要自己做一次的 要轉一次的 因為呢 他有機會錯 那所以呢 就要小心點出一些option 這樣 那但是無論如何呢 就是他會顯示到 那個變化的可能性的 即是你叫他 出一些類似的題目 但是有些不同的時候呢 他會告訴你 有些什麼可能是可以變的呢 那我相信學生開眼界的地方 就是這裏 雖然他的答案是有些怎樣的 那所以呢 就要check啦 那例如這裏我check回他的答案呢 他都會 講對不起的 他第一題 他整錯了的 答案是 不對的 第二題呢 他自己有時候會改正的 這個 這個才是對的答案 第三題都是 對了 沒有答案選得對的 這個才是正確答案 重點就是可以讓我們看到呢 究竟這個題目的變化的可能性 是在哪裏 那呢 我們可以對同一個概念 有多些的掌握 那就是記住了 他給的答案呢 不一定是對的 我們記住自己去check一下 好了 今天呢我們就講到這裏了 拜拜